俄羅斯總統普丁抵達中國北京 4日下午現在釣魚台國賓館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 彼為兩年多 這是普丁2019年後第一次訪問中國 也是習近平兩年多以來首度會晤外國的元首 心同未遭到多國抵制的北京東奧開幕式來暖場 而會談上習近平指出早在2014年 他就在索契向普丁提出這一次的邀約 如今兩人的東奧之約終於實現 而普丁則是勝在兩國緊密關係前所未有 充滿尊嚴 表示中俄兩國從外交事務到經濟發展都彼此支持 如今也將加強能源領域的合作 由俄羅斯向中國供應天然氣 卻引發看法解讀 這是暗示中國將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 站在同一陣線 博物新聞 盧曉平最後報導 還會發展通過 並非海外交事務的反應 兩國十五分之一 神經濟發展都在一陣線 拍攝中央 拍攝中央